13-17岁青少年自杀念头发生率从2017年的10%增至13.1% 稍早前,卫生部副部长拿督·卢卡尼斯曼指出 自杀是15-29岁人群的第四大死因 在看似阳光灿烂的青春背后,却隐藏着许多未被察觉的重负 究竟是什么因素压垮了青少年的心呢? 青少年自杀,他其实不是现在才有的课题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课题变成那么的多人讨论 当然我们要看我们是处在什么时代 因为处在不同的时代 那我们也会面对到不同的那个时代背景下面的一种资讯流通的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是资讯发达的时代 这资讯发达的时代里面最厉害 传递的就是讯息 对不对 这个讯息传递的越快 就是说让人消化的时间就越短 就会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现象 现在觉得好像青少年的这种意外的事情 或者青少年这种自杀的事情 青少年忧郁症的这些事情好像越来越多 所以如果从这角度去看的话 我倒是觉得过去的孩子跟现在孩子都一样面对到 这个家里面的这种失衡失功能这种情形 导致他们的压力很大 我就举个例子 70年代的孩子 80年代的孩子 90年代的孩子 00后的孩子 你觉得他们的那个生活的形态一样吗 那我想我用这对比的方式 你从对比方式就可以看到 00后的孩子 对不对 他们出门 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 关注他们手上的那个游戏的精度 能不能在一个有足够的WiFi 或是足够的Data的情况底下 能够继续的去发展 对不对 那70年代的人出门呢 他手上连手机都没有啊 他搞不好 他就是抬头去看 看有什么 看有什么东西 看天上有什么东西 看周围有什么东西的那种生活形态 相对之下 我们觉得说这两种 以前的孩子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现在孩子比较复杂了 它是时代的那个对比嘛 对不对 这生活形态在改变 而我们人心 有没有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改变 如果现在生活环境 是造成青少年的这种忧郁 自杀这种现象比较强烈的啊 那他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整体 我们要考量的一个课题 而并不是单纯说 为什么现在青少年 他的问题比较复杂 他跟抗压性当然有关联 可是孩子的抗压性 他不是因为环境 完完全是环境造成的 他抗压性其实是来自于 他学习如何去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具有抗压性 良好示范的照顾者 如果他的生命里面 那个照顾者都没有良好的 这个抗压的示范 这个孩子他怎么会学到抗压性呢 这个孩子如果他在学校里面 他面对到的也就是一种制度 而并不是疏导他的那个抗压 那他从何去学习 这个抗压的那种能力呢 我想在学校发生 有很多例子 他不仅仅只是在中学 他也有在大学 我不晓得你们知道 槟城有所大学 经常就是有很多人跳下来的 这样子一个例子 他其实实际上学校可以做什么呢 学校能够做就是宣导 但是要知道这个学校 他在宣导这个生命的可贵性 他能够呈现的那个效果 如果只是单方面一个角度去做 他能够呈现效果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那个掌握度 他有两种方式 当他觉得他生命有价值的时候 他会珍惜 当他觉得他生命被控制的时候 他也会用控制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人没有其他的东西是可以自己掌握的 唯一能够掌握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潜意识里面让他会走上绝路 会让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了一些很多例子 为什么有些人他会选择亲身的方式 然后来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学校首当其中的当然就是被质疑他的那个制度 他学校的科业压力 当然还可能有他的绩效的追求 也可能就是他的环境的那个部分 这是面面都要去探索的 我们的这个课题不是只是单单发生事情之后 才去忧虑 才去做一个亡羊补牢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现在有很多学校里面他关注的很多学校的制度 他主要关注的是学生的知识层面 学生的技术层面 那知识跟技术层面的那个指导 无论是语言学啊 数理学啊 或是其他的那种技能的学习 这所有的学习是不是都能够排解一个孩子 他面对压力面对情绪的这种能力呢 然后我们也不能够说阻止学生从家里面把情绪带来学校 但我们可以知道说学校 忙于在传授知识的时候 他没有能力再去分心去处理孩子从家里带来的情绪 那我自己本身在学校里面教书过 我就听到曾经有一些老师就投诉说孩子喜欢把那个情绪从家里带来学校 然后他就阻止那个孩子说你情绪要留在家里不可以带去学校 那像这样子的话语太多了 你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不是要去化解孩子的心理吗 但是如果很简单的就是说学校是来上课的地方不是来你发脾气的地方 那很自然的这个孩子他的情绪就无处可去了 那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啊 学校会对这样子的一个会对这样子的一种现象 然后下功夫去做研究去探索吗 他会有教学研究特别针对孩子的这种情绪的部分 然后给他一套的方式引导他们去面对呢 我相信大部分的学校都依靠外在的那一些组织啊 到学校去做一些情绪管理的讲座啊 情绪管理的活动啊 然后来让他们让他们去得到一些资讯 把这种生命上面需要的能力透过知识型的方式去传授 孩子们就只能接收到这种知识就纯粹就只是知识 他没有一种实际上面一种可以操作练习的一种环境 所以如果我们说家里面没有这种环境去让孩子学习 怎么管理好情绪 怎么去疏导自己的压力 对不对 学校应该是其中一个管道 那如果学校也变成另外一个没有办法去学习管理情绪 也没有办法去学习去做那个疏导压力的这个场所 那也许学校就是变成最后一根稻草 我想要怎么做 我们有些时候很难去主导一个大环境 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需要教育的配合 现在我们国家需要科技人员 所以我们教育大部分都朝向科技人员的培养 对不对 国家需要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人文上面的讨养 一个人的心性的健康 心理卫生的健康 也是需要同等的时间去栽培的 老百姓都在说我们社会出问题 我们社会不是技术出问题 我们社会是人心出问题 是大家都在担心 所以我想只能给学校一个最大的一个建议 一个最好的一个国家的最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强化我们的人文素养的一个栽培 那或许 或许重新在这个教学的编案上面 然后注入多一些跟人文发展 心理发展有关的 这种提高个人意识到社会意识的这种学说 这种概念 或许才能够长期的用这种方式来 让孩子心里面不是只是单单 围绕在自己个人的那种欲望所得 而是他也能够去想到除了我自己以外 那我的生命还有其他人 因为按照那个自杀的探索 人在最后的三秒钟决定自己完成自杀的过程 但是在他完成自杀之前 他可能花好几年时间去企图自杀 去计划自杀 这种过程很多父母都不了解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似乎对这样的一个课题 不是把它当成是一种尝试来学习 而是没遇到就不关我事 的这样子一种现象 我想现在是不是时候去探索这个课题 他还是一个问号 这种这种创伤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就像如果现在我们突然间发生一个大的天灾 然后受影响的人很多 他受影响的人很多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天然灾害的创伤里面走出来 他就形成一个症候群 这种情形他也会发生 好像如果像这样的情形 像这个学生亲身的课题 在校园发生 然后其他的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什么样的学生内心的打击越大 决定于他本身对这个课题 他的认知有多少 也许打击很大的对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避免谈死亡的人 就是从来都不去碰这种 跟自杀有关系死亡有关系的课题的 这种人很可能是来自一个非常保守的迷信的家庭 也很可能是有强烈的宗教信仰的家庭 不喜欢去谈这种课题 那无论他宗教是什么 只要他本身对于死亡的这种课题 你要么就简单式的去诠释死亡 要么就是把它诠释的非常复杂 这两种的诠释都会让孩子 无所适从 他也不了解说到底真实的是不是样子 所以我们看了第一种 他受到很大的影响 受到很大打击的第一种孩子 就是他对于死亡全然不知 对于这种自杀的课题 全然不知的那种状态 另外一种他很大的打击的就是 他生活当中经常发生类似这种事情 而且他如果经常发生这种类似的事情 常常都是在他没有准备情况底下发生 对他来说 他也会是一种加剧他的这种打击的思维 但大部分的人都不是这两种极端的 大部分人都是突如其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他既没有逃避 可是他也没有说很喜欢去面对 他就处在这中间的这一大块的这些学生 他突然间受到了惊吓 这种事情发生它是一种震惊 震惊之下 如果你马上就接受这个 因为震惊而发生的这个事情 你马上就接受 它就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接受到一些突发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被吓了一跳 我们如果这个事件里面的人 好 现在是我的学校的 我能不能接受我学校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拒绝接受事实 它不能发生 它不可以发生 它不可能发生 那这一种状态你就看它的关系 如果他是很轻的人 很轻的话就直接拒绝 这不是事实 那如果是有 好像朋友的 他有一种 还是有关系的 但是不是很轻的那种 他会吓一跳说 怎么会这样 他的这种话语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一个震惊发生之后 我们很多反应 是取决我们跟这个事件的 阻绝 他的那关系是疏离还是亲密的 越疏离的 我们的那个震惊就小一点 越亲密的震惊就越大 你的震惊越大 你本身拒绝的程度就越深 你震惊小 你拒绝程度就小 对不对 好 那如果你拒绝的程度很大 你的讨价还价 就会很深 但是如果你拒绝程度没有这样大 那你就讨价还价就少了一点 那现在我们要谈到就是 这个震惊发生之后 我们是怎么样去看见 我相信这市面上有很多人都在教你 在面对挫折 面对意外事件的时候 面对这种让你引发震惊的这种事情的时候 都有很多种说法 但是没有一种说法 都是最好的 那些可以让你很快去接受到最后 接受事实的这种说法 其实有很大的挑战 因为人 人心 人心是今年累月累积下来的 情感的集合点 所以我们是生命是一种 长期积累努力的一种集合体 那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情 那也是一种长期积累下来的一种关系 一种感情 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重大的事件 确实让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接受 这中间 有状况 因为它少了必要的哀悼的过程 这哀悼过程没有完成 这一个事件就很难被接受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不晓得各位还记得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案例里面 是有一个个案 它是在跳下来之前 它不是做的视频的预录吗 对不对 那记不记得在十多年前 也是有一位年轻人 思念 他也是在网上预录 倒数 再见 然后从他家的阳台跳下来 如果有印象的话 那之后 这个个案 他的父亲 走不出悲伤 所以以他这个自杀的孩子的名义 做了一个服务站 一个生命关怀的一个服务站 可是这个爸爸忙了 太忙了 太累了 心很累 他爸爸也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服务站就从那时候就停下来了 然后停下来之前 那服务站还努力的想为他的儿子拍一部电影 然后去勉励青少年不要有这种亲生的念头 这样子的一个悲剧 后来又引发另外一个悲剧 是因为这个爸爸他走不出孩子的这个伤痛 失去他的孩子的伤痛 对吗 但你不能说 这个失去孩子的伤痛一定要马上拒绝 可是爸爸很努力 努力是用纪念他的孩子的方式 然后用他的孩子的这个事迹来去鼓励其他年轻人 不要走上这条路 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种正面的方式来帮自己走过这个悲伤 但事实上最后这个父亲累死了 我讲这个例子就是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当悲痛当意外当震惊发生之后 到我们能够接受这中间需要一个过程 学校在做的就是集体的辅导的模式 是让这孩子顺着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来去做哀悼的哀悼的这个辅导 如果这个哀悼的辅导能够做得好 这个孩子就能够接受一个事实 但是如果做不好 就会留下阴影 而形成我们所谓的创伤症候群 青少年如果他出生的家庭是稳定的 那他自然就会有一个稳定的情绪跟稳定的人格 对不对 但所谓的这个稳定他不仅仅只是外在的物资的稳定 他的稳定还包含他在心里上面的安全感 成就感存在感价值感 以及他能不能够去拥有那种获得冒险的这个准许 以及他在心里上面的寄托 他需要是这种无形的软性的这种稳定 物质上面的稳定 这很多家庭都做得到 但是这种柔性的稳定这部分很多家庭 他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提供 我不是说没有 那我们就要回头去看 这个形成孩子家庭的这些父母 他本身也是孩子 他们在做孩子的时候 有没有获得这些资源 他们这些父母 有没有获得这种柔性的这种肯定 他的价值感有在吗 这所谓的价值感不是他很容易做事情 他很有能力 所谓价值感 他知道生而为人以来 全世界就是有他一个 他能够知道他的价值不在于别人的决定 别人的否定 他的成就感在吗 他成就感不是在于他多么的杰出的那种表现 他成就感是在于他本身就是一个成就 他能够健康活着就是一个成就 他本身的生存价值 生存意义 他有没有看到他的意义呢 为什么他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 有些人把活着的意义就是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他可以服务很多人 那叫有意义 事实上我们的意义是在于 我们作为我们父母的孩子 我们把这个家变成是一个完整的家 这个是我们作为子女的一种意义 那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现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父母亲能够真的 只是把孩子当成孩子来 带大允许他去做自己 无条件的跟父母亲互动 而并不是要求他提出 向孩子提出 你的人生未来要怎么样 然后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这个 有多好个父母能够单纯的只是 我知道这个孩子是借着我们生命而来 然后呢 这个孩子他其实是可以按照他自己方式去发展成为 他人生应该发展的这个方向 我们作为父母的就是 引导这个孩子能够去走上他自己要发展的方向 那我要谈到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底下生长 孩子怎么可能没压力呢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这个家庭对孩子而言 本身就是压力源 在学校是实践他化解压力的一个部分 如果在学校里面又证明他没有办法完成家里面赋予他的压力 学校就变成第二个压力的来源 如果这个孩子他到学校去 本身就没有带着家庭的压力 学校给他的压力就只是考试不及格的压力 但是如果刚好这个学校他们本身又很看重业绩 就是他们需要他的学校有更高的那个及格率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来证明这个学校是一个优秀的学校 这个孩子他就必须要去担负起学校的这个业绩的贡献 那家里面如果他本身具备压力 学校又具备另外一个压力 他就双重压力的加剧之下 他没办法去掌控 比如讲是学生嘛 学生十多岁 你就想十多岁的孩子 他能不能面对 能不能去化解这个压力 我们就试试看 去问一个三十多岁的成年人 当你生活上面遇到压力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去化解吗 有些人都逃避了嘛 有些人都不愿意去面对嘛 更何况这十多岁的孩子 他搞不好他连解释自己压力是什么 他就解释不了 所以这就形成了我们刚才看到 一开始我们就谈到了一个现象 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走上了绝路 很多年轻人他患上早发型的青少年忧郁症 因为他的环境 他的环境局限啊 我们现在的孩子 他如果要化解压力 他能够透过什么方式 我们家前面还有耶稣吗 我们家前面还有西流吗 这些都没有了嘛 那住在城市化的这些孩子 他能够让这个生命跟自然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少 所以很自然的他就没有办法 透过自然的方式来去化解自己心里面的不舒服感 所以当我们在跟孩子互动上面 我们学习的过程 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主动先去了解孩子 本身能不能够去化解自己的压力的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不能够掌握不能懂 那我们就要去学习啊 这种不叫预防啦 预防的意思就是你知道那个问题会发生 所以你现在在预防 预防着它发生 我们不需要去预防我们孩子会寻死啦 如果他的生命是充满意义跟充满价值的 他知道他人生当中 可以去发展自己想要发展的事情 他何必用这种方式来去对抗呢 所以事实上 这个亲子关系 我们父母亲如何对待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自己父母亲是一个活得很有意识的 然后我们的生命也不是只是为自己所用 我们的生命也是可以为世人所用的 那我们作为父母呢 就等会在向孩子展示着人生的意义 而既然人生充满意义 我们何必为一件事情耽误呢